老大们好 上官 你过来一下呗 没戒步的美人戒可厉害啊 糖衣炮弹打不来 你小子别当叛徒 不能够 再她要是扔糖衣炮弹过来 我就把那糖衣罢了吃了 炮弹给她扔回去 我先过来啊 我叫你过来 你需要磨叽这么长时间吗 那我不也跟我们领导请示一下 你跟我吃个饭还需要请示 我说你才刚代理 泼泼中官几天啊 这学会摆谱啊 上官 我叫你过来呢 是想让你帮个忙 你说什么 我说我想让你帮个忙 说吧 是这样的 镇海集团那个宣传预热活动 我想让你帮我想一个好的点子 不是 这活动不是你们没接步的事吗 可是想创意 不是你们创意路的事吗 这有点难办啊 不是 咱们公司也没这先例啊 你说到时候活动办完了 那奖金发下来谁领了 再说了 那这也不是我的业务范畴啊 那天天缠着我 就是你的业务范畴了 也行 既然你不肯帮忙的话 那我就再也不理你了 不是 你别走啊 我帮 我帮 那你什么时候能给我交出方案啊 这个活动对我来说真的特别重要 我想想 这小创意啊 它需要一个好的环境 这一个好的环境 它能够刺激大到飞速的运种 那您需要一个什么样好的环境呢 我听说今天晚上有一场电影挺好看的 你说我要是能有一个人陪我去看一场电影 然后顺便再吃一个浪漫的晚餐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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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说了 电影我陪你看 饭我陪你吃 你什么时候能把方案交给我 明天 敲定 环境 这是给你的 你自己吃吧 有晚餐了 还吃什么三明治啊 梁主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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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谢观看 江老师 我们挺你 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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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老师 我们挺你 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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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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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 回到 咖啡